高雄市长韩国瑜17日晚间在粉丝团直播抱怨,高雄牺牲环境来发展重工业,但中央却不回馈高雄,还要求重写前瞻计划补助款,让他实在无法接受。 绿媒董事长吴子佳曾在政论节目直言,民进党一毛钱都不会给韩国瑜,还会全面卡关、五花大榜、穿小鞋,甚至收到百亿账单。 对此,网民认为真是神预言。 PTT网民指出,帮大家复习一下吴董的话。 民进党退回当初自己提的高雄前瞻计划,是预料中的事,理由随便找都一大堆计划不完备,内容有误,要求重写,然后会说又不是不给钱,一个字就是托自绝。 马英九执政时期,曾拿两千多亿给陈局做政绩,盖了一堆东西,中央补助几乎百分之一百。 如今韩总却一毛都拿不到,还要被催缴高雄健保费。 乡民们认为,吴董先知先觉。 就是继续延续上一任的政策,那就应该要直接过,如果原本有过。 完全不意外啊,但我觉得韩团队应该也有所准备。 先前中央都同意,代表流程都跑完,为何现在换市长,就要退回重新制定? 重宋就要重跑流程,时间一定拖延,预算可能会被砍吧。 学台北市,全透明就好咯。 希望不是单挑高雄再大。 也有人持不同的想法,不过我想问为什么重写不好咧。 国家预算这种东西明目,如果都定好了,韩市长不是反而不能自由运用到自己想弄的事吗? 反而不想做的政策前,也不能拨用到别处,不是很麻烦吗? 我觉得中你的好,以后有问题才不会继续都是前朝已读。 照自己目标你一份心的不好吗? 我相信同项目都不会动到,不同的能过就赚到啊。 中时电子报,文章来源,PTT文章来源,PTT文章来源,韩国语脸书。